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回 那大家都是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看过 你会不知道这两本的相似度吗 所以你把话讲得这么死 那现在是不是要出来面对 那么媒体人张允轩就认为说 林志坚这一回真的是错估了 错估什么呢 错估了蔡英文跟郑文灿的影响力 她没有察觉说两个人 在这个论文案的立场已经转变 所以自己成为既旗 毫无查知 所以误判小虾米的林志坚 大清与大清德 那么沙尖锦珠侯 中华大清論文案现在出报理由 驳回这个情节详细说是 彻底羞辱也不为过 确实讲得非常的清楚 杨敏哥 对啊 所以我才说这整件事情 其实蔡英文如果没有出来道歉 我认为对民进党的伤害 只会继续发生 但他不会突然道歉吗 不会啊 是啊 甚至你看在这个 他元旦的谈话以后 好像他又回到那一个不接受访问的那个蔡英文了 你看从这个 从去年12月27号公布兵役的那一场记者会到元旦 我本来以为蔡英文应该会频繁的接受媒体访问 结果没想到又变成那一个现在又要远远喊 总统你要问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 上次是隔了745天 对然后呢结果就开了这两次之后 目前又是一个月没有开了 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媒体问蔡英文这个问题 蔡英文如果能够大方的就说对过去我误信了这个谎言 那做出的这个错误的政治决定我愿意道歉 如果就讲这样就好了 你就一个政治的决定 可以让民进党少很多的痛苦 否则这个案子后续每一次 比如说台大的书院 后续的这个每一次的开庭出庭等等的 民进党都要受伤一次 虽然说他的受伤不会像去年选前这么严重 可是每次都会占据媒体的版面 而且打脸的最终就是打脸这些挺林志坚清白的人 就是你跟现在的行政院长 那对民进党来讲绝对不利 所以我觉得赶快清理战场是民进党 那个叫上上策 因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赶快处理掉是最好的 那甚至有一群这个民进党里面的人 是说哎呀当初就是林志坚骗蔡英文 说他没有抄了 所以蔡英文才会误信 都是他啦 对对当然都他 问题是你挺的嘛 而且挺的这句话 即便你辞掉党主席 你都没有收回啊 你那一句这个 这个这个相信 还要大声 还要像社会大声说出来 我都搞不懂你们在大声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 台湾是一个是非正义公理 应该要被彰显的时代了 不要再让这些这个指入为马 这个是非颠倒 而且明明是一个颠倒是非人 还敢跟人家说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简直 那不要讲说什么在政坛 如果我觉得未来如果还能够看到林志坚 在政治上面扮演任何角色 我觉得民进党就应该要被淘汰 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一位好 这是旅美教授陈时分 他的笔名翁达瑞 他说这是新版的如临外史吗 只准教授可切不准学生抄袭 结果引起了大家大喊说 所以现在你是要追杀前国安局长陈明通 就是林志坚的指导教授吗 是不是说这个大家分工收集资料啦 好教授负责写啦等等等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网友说 所以他是说小智真的抄袭吗 那么是进阶承认吗 大家都吓坏了 那么立委王红威说 翁达瑞现在俨然就是要跟教育部开战 不过他也要来问一问 这一次民进党有多少人愿意上这辆车 好因为上次呢大家停下去了嘛 那现在呢我们请教教授 这句话其实让我有一些感触 只准教授剽窃 不准学生抄袭 我们中华民国哪一个政府部门 哪一个法律准许教授剽窃 是 我们有多少教授受到这样子的这个指控 而经过非常冗长的学轮的调查程序 那我也不要说在马政府时代 有的教授涉及抄袭 有的部长涉及抄袭就下台了 不止一位部长 我不认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中华民国法律有允许教授剽窃 当然了大家可能读出了言外之意 就是说他也承认这个林志坚有抄袭 其实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根据这个宿院的这个 宿院的这个过去的惯例 其实宿院程序里头去 就是去接受前面的这个学校的决定 的这个情况是多数的 多数的案例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多数的案例 假如说大学已经决定撤销这个人的学位 或者说比如像升等的情况 就是没有让某一个老师升等 那你在打到这个教育部去 然后宿院之后 能够改变他的决定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 因为在教育部 在过去的这个案例里头 他其实认为说 因为这是有高度属人性 高度专业性的一个判断 所以除非你的程序有问题 除非你是根据一个错误的事实 否则教育 否则你这个宿院程序 是不会驳回原来大学所做的决定 换句话说 其实就像杨明兄 跟四老师刚才所讲 就是说其实 那个在去年的时候 在林志坚在打 在提出宿院的时候 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宿院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 就应该知道是很低的 当然一个是他相信 蔡总统一定是全力挺他 因为蔡总统可能本身对论文 也有说不出口的一些心理的障碍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同仇敌忾 所以一定会挺他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他只是做做动作 反正到时候选举过了 大家也就忘记了 那当然今天就揭牌了 就是说这个其实 更不要说他的这个情况是这么显著 这个是非常显著 任何人要去挺 我看都会觉得心虚吧 怎么会觉得 怎么会不会心虚呢 应该都是心虚的 你明明这个情节这么严重 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这就回到了现在还在替他讲话的这个 陈时分教授 翁达瑞名嘴 这个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挺之事嘛 对不对 我认为我们今天台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这个政治对立会这么严重 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把那些规则给抹杀了 大家已经共同接受的一个规则 比如像蔡总统的论文 这个你这个深等的这个档案 有什么不能公布的 然后你居然要去挺他说 因为怎么样 所以我们不能公布啊什么的 就是他是真的 他是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很多人的质疑 并不是你蔡总统的论文到底是真是假的 很多人就是那个点 他觉得没办法接受 就是你为什么不公开这个档案呢 是 你教育部为什么不能公开这个档案 现在同样的道理 你已经抄袭的情况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么明显 这么明确的事情 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公开的说 因为我觉得蔡总统 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就是他去年公开的讲说 大家要大声的说出来要挺他 我认为他欠台湾整个学术界一个道歉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